嗨,大家好,我是邦妈,首先我今天要恭喜下自己粉丝破五万了,感谢大家的喜欢和支持,有网友留言,你更新视频太慢了,我就坐等你的视频,被人期待真的很幸福,我快要飞起来了,连着这一个月拍视频呢,明显感觉到挺累的,一边做饭一边拍视频,下午带孩子辅导作业,抽空再剪辑视频, 所以三天或者两天一更新视频,已经是我的极限了,毕竟拍视频是我的副业,照顾好孩子,做好饭才是我的本职,不想让自己太累了,再次说一声,感谢大家的厚爱。 希望邦妈的视频能带给大家乐观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,和做饭的食用干货,我会一直努力的。 我今天准备给学生做卤肉饭,卤肉饭是非常著名的台湾小吃,正宗的台湾卤肉饭我也没吃过,在网上学的教程做出的卤肉饭也挺香的,孩子们也很爱吃。 它是用酱油加入香气十足的洋葱酥和其他香料,在长时间炖煮的同时,猪肉吸收了各种调料的香味,让卤肉变得特别的美味。 我做的是改良版的卤肉饭,就是加了一点土豆,我觉得正不正宗无所谓了,好吃就行。 昨天买肉让老板给我切成大厚块,他听差了,给我全部切成丝了,那我再改刀切一下。 今天厨房多了个能干活的小能手,早上一大早起来主动帮我干活,先不说活干的咋样,就这态度和觉悟,妈妈给你个赞。 煮几个玉米配卤肉饭吃,孩子们都还挺喜欢吃玉米的。 把香菇清洗干净,做卤肉饭少不了的材料之一,香菇,用干香菇最好,用泡香菇的水卤肉呢,香味更浓郁。 把清洗干净的香菇给它攥干水分。 清洗菜花的时候呢,加一点点盐可以彻底的清洗干净。 最不愿意干的活还得干,那就是切洋葱,那眼泪是滑滑的。 拍戏哭不出来,一个洋葱让你秒流眼泪,开个玩笑。 我试过很多你像处理洋葱,像泡呀,或者旁边鸡盆水,都没有什么作用。 切洋葱不流泪,你有小妙招吗?欢迎分享。 切洋葱让我练出了盲切的功夫,估计再让我练练,让我去挑战个吉尼斯,您说我能获奖吗? 卤肉饭再加上土豆一起炖煮,哎,饭又得遭殃了,太下饭了,把土豆切成小丁,一熟也更好入味。 其实卤肉饭和红烧肉的做法大同小异,区别在于卤肉饭里多了一样灵魂调料,洋葱酥,火五成热,倒入洋葱,小火炒至干黄。 时不时的用铲子给它搅拌一下,以免炒糊,炒糊的洋葱味道发苦,可别影响了整道菜的味道。 把煮好的玉米捞出来,如果您是家里种的普通玉米呢,口感吃起来略微差一些,可以加一点点盐,把玉米的香甜味儿激发出来。 老话说,要想甜再加盐,就是这个道理。 先烧锅开水,等会儿炖肉。 这就是炒好的洋葱酥,半焦黄的样子,口感最佳,给它盛出来。 卤肉饭不能光吃肉呀,再配上小青菜,菜花炒豆干和玉米,还有绿豆汤。 吸烟今天最高温度37度,喝点绿豆汤,降温解暑。 油热把肉倒进去,全程开小火,变出油。 我今儿切的肉不合格,应该再切大一点就更好了。 免费劳力不用白不用,就是这身板瘦弱了点。 你说这饭都吃到哪儿去了呢? 变炒出油,倒入香菇,继续翻炒。 再倒入炒好的洋葱酥,开始调味儿,倒上生抽,老抽,葱,姜,八角,香叶,冰糖。 最后倒入开水,可以多倒点,等会儿还要卤鸡蛋。 再来上一点点盐,把煮好的鸡蛋放进去,开小火炖40分钟。 一边做饭,一边收拾,同款姐妹还是很多的。 炖煮了有20分钟,再把土豆块放进去,继续煮20分钟。 哇,香气四溢,甜咸适口的卤肉就做好了。 最后参烫下青菜,倒油可以保持颜色翠绿。 这边锅里倒油,准备炒个菜花炒豆干。 有菜有肉,一顿美美的饭菜就做好了。 现在是11点20,学生们马上放学,我先给他们打好饭。 卤肉软糯咸香,肉汤粘稠,浇在米饭上,吃一口入口即化,纯齿留香。 邦妈今天分享的卤肉饭的做法,您学会了吗? 您能给打多少分呢? 学生们也回来吃饭了,邦妈今天的任务也完成了。 如果您喜欢我的分享,就请关注我吧,拜拜。